每年青蛙客换这种包装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圣诞季就要来了 也是你买买买的好时机 当然同时也是告诉大家 护理头发 护理身体的皮肤的季节也到来了 不然的话 你就是那种外套一脱 然后整个房间都是灰尘 这我刚刚前几天经历过 我刚刚前几天从北京回来 然后我说我要去为 接下来的录影去买衣服 然后去到一家设计师店 然后我把牛仔裤脱下来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 所以我想说 这个视频也不一定有用 但是就是聊聊我最近的护肤心得 就是身体乳 嗨大家好 我是伯母 这口红一半已经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喝咖啡 下面有一个口红硬质 跟大家说的不是口红 也不是这个咖啡 在说的是身体乳了 身体乳呢 本人大油皮 其实春夏的时候呢 真的是擦的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但是呢 秋冬的时候 真的你是扛不住的 要不然的话皮肤就轻裂 就像一个乌龟壳一样 四分五裂 然后还会产生一片一片的小碎屑 我在南方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感受 可能觉得有一点点紧缝 但去到北方以后 整个人像萎缩 像烂苹果一样萎缩 然后呢 手脚都不敢伸出来 要不然真的就是雪花飘飘 真的就是巨尴尬 所以做身体的防护 还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去到某一个地方 你的皮肤感觉到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反应的话 还是需要你去选对 正确的护肤的身体乳的 我这次带到北京去的 就是我之前案例给大家的 INOMI就是果酸身体乳 因为它果酸浓度30% 非常非常之高 那我在想 啊 这个北方那么干 我就是拼命的让自己的死皮 掉光那不是很好吗 万万没想到 就是死皮去太多了 导致于皮肤外面结了一层渴 真的像麦片敷在身上一样 巨尴尬巨尴尬真的 所以呢 如果你去到特别干燥的地方 你是可以果酸去掉一些角质啊 然后给身体刷酸 但是一定要用一些 可以滋润皮肤的 然后不要那么功能性强的一些产品啊 那今天呢 跟各位分享就是我平时在用的一些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最便宜的 这是一个泰国的产品啊 然后 呃 它的名字叫啥来着 然后呢 它我我我喜欢买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这个味道 哇 我闻到这个花香 真的是仿佛来到了 都是花朵的泰国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 比较的适合就是你皮肤没有什么重大问题的时候 你说如果皮肤很干燥啊 然后急需解决问题 它是不行的 它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润肤露仅此而已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味道很浓郁的身体乳的话呢 就千万不要买啊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死掉 因为它真的味道很浓郁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国啊 这个呢 跟它那个泰国呢 就完全不一样 就感觉涂了以后 就身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味道的 它有一个巨大的bug 就是你这个东西经常挤不出来 所以我每次挤的时候都会骂它几句 但是身体乳真的是还蛮好的 就是你擦完之后呢 有一种巨大的保湿的感觉 就像一个水附在你的身上一样 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它就是还蛮润的 这个牌子叫Alpha 他们家的包装看起来就是 也没有很想好好做产品的感觉 这个长得很丑的Alpha呢 它也是主打果酸换敷的 就如果说大家皮肤有点敏感的话呢 但是你又想果酸换敷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比较喜欢用猛药的话呢 你可以用我刚才第一个推荐的那个 那个就是30% 就是浓度比这个大多了 这是两者的区别啊 第三个呢是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可能就是一个习惯 就每一次去盈泰的话呢 总想看看欧树丹 然后呢每次去到那边 好像东西琳琅满目 最后你买回家的 可能就只有润芙露 然后这个叫做马鞭草清新润芙露 这个味道呢就是 哎呦 冲到鼻子 就是味道就很清新了 就是马鞭草的这个味道 而且呢他们还有配套的一些 什么沐浴露啊 什么洗发水啊 就如果说你喜欢草本的 喜欢植物味道的话呢 你可以去买他们家的一些润芙露啊 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质地为大家看看 这个我经常会拿来用力的土腿 因为我的腿上皮肤真的是很干燥 他们家好像还有什么樱花味之类的 就都还是主打植物系列的 第三个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是一个手霜 但是我为什么拿出来用呢 因为我觉得它实在太大了 我买太大了 大家买护手霜的时候不要买那么大支啊 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就是很难把它用完 然后呢这个的话 Julico啊 我最喜欢它就是一个味道 然后呢 因为它是护手霜的质地嘛 所以就比较浓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脚皮特别厚的时候 我泡完脚我就喜欢用这个 因为再穿上袜子 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厚很厚的身体乳霜 就是比一般的身体乳呢要厚一些 而且它的玫瑰味道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很治愈啊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家里呢 有的人脚那么臭 但是我的脚那么香 这个的话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护手霜 但是比这个要稀很多啊 这个就是资生堂的美润护手霜 我为什么把它拿来当身体乳呢 第一我把它放在车里啊 因为它真的就是很好放 就小小一个就随便放在车门旁边就放进去了 然后呢也不太容易掉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有时候出去或者怎么样 我不喜欢又带护手霜又带身体乳 你觉得很烦 但这个的话呢 你用可以来擦腿 夏天的时候还可以用来擦手 你就带一个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车里真的是必备这个 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就发现上面有一些果酸样的小颗粒 然后你把它按摩到小颗粒 完全融化掉就好了 它呢就没有那么的好像很保湿的样子 就是无功无过吧 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就是 你看所有的身体乳都是这样长的一只一只的 但它就是圆圆的一个 就你放在车上特别好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可能是所有当中最昂贵的一个 来自波兰叫做Darkmit 它呢就长得就是非常非常的高雅 因为我看到很多网红就会拿他们来拍照嘛 就是这个旁边再放一个什么香薰 再放一朵花 就看起来格调特别好 所以就立刻就买了 它有点贵的应该是六七百块钱一个吧 它的这个润肤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看它有一个淡黄色的液体 然后液体的流动性很差 就说明它还是比一般的身体乳要稍微厚重一点 但是它还是属于好推开的那种 我感觉它有点像我女儿吃了一个小饼干的味道 就是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有的姑娘觉得它是有草本的味道 但每个人对味道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啊 我觉得它呢颜值很高 然后呢使用的感受也很好 瓶子也蛮大一瓶的 然后就涂身体也是觉得就是很够亮 这个产品呢很有意思 它家所有的这个瓶子啊都是那种有类似于像防这个光照的 它看起来是黑色 但其实是比较深的那种蓝色 所以如果说你把它放在那个洗手台 这个洗手台呢是这个光照特别充足的也没关系 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是不会被挥发掉之类的 所以还是一个就黑科技的品牌吧 它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它就是长得很漂亮 然后身体使用的感受也很好 缺点就是很贵啊 而且呢有点重 如果说你像我这样比方说短途出差 或者是去哪里玩 在这个就有点不方便 它还是适合静静的在家里面装点你自己的身体 以及你的这个房间 曾经呢我有一个同事 他身上的皮肤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他常年坚持呢就是擦身体乳 我是在春夏的时候特别懒 在秋冬时候呢还是比较勤快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一定要坚持擦 因为你今年擦明年擦 你可能感觉不出太大的不一样 但是你坚持十年擦 身体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他这句话真的一直深深的激励着我 春夏秋冬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你要分开季节去选不同的产品 但是呢洗完澡就是要擦一擦身体乳 好了我是伯母 祝大家每个人身体就非常的光洁 像韵一样 Cheers 拜拜